哈囉 承軒媽媽來看你囉 承軒 請送媽媽給我們的機會 拜託送媽媽 接受我們的道歉 讓我們去看看 道歉 這不是他們之前的說法嗎 道歉能夠讓我兒子恢復健康嗎 我... 我真的覺得 而且當下我兒子一跳車不是先道歉了嗎 我真的不知道說什麼 所以你覺得道歉是無事的嗎 道歉能夠怎樣 我真的不知道 對 我兒子道歉 終於都變成這樣子了 對 又是他們能夠還我一個完整兒子 健康完整的兒子 那我接受 但是 兔子現在已經這樣 還不知道怎麼時候會清醒 已經是第五 今天好像第五天了嗎 對 完全沒有 我覺得社會對這種人應該要零容著 我會覺得說他到底想要什麼 對 我兒子已經這樣子 你現在做這些事情 有什麼意義嗎 而且這樣子對社會有什麼意義嗎 事實上這些人就是犯了又被放 又犯了 難道又被放出來再傷害別人嗎 這個並不是解決事情的辦法 絕對不能再放那些人出來了 一定要中犯 一定要立下一個 一個很好的警告 不要再讓這些人 再那麼猖狂下去 不把人命當成是命 覺得開馬拉拉蒂 一定是富樂帶嗎 但是我覺得 這個也不是重點的 重點還是我兒子 為什麼會遇到這種人 我覺得你要用錢來道歉 這個真的是 我完全沒辦法接受 而且他跟我道歉了 能夠保障其他人的安全嗎 不行 對 你有聯絡過他嗎 有 我沒有他的電話 我有透過分局的承判人員 把我的電話跟姓名留給他 請他跟宋媽媽致意說 是不是可以給我一個機會 去跟他當面道歉 真的希望你能夠欠我們一年 你接受我們當面的道歉 你也接受 你也接受那個人 你也接受到他們 你也接受到這次 我們要做的東西 你會比較多的 我會不會 你會不會 你會不會 你會不會